速通過 他是走斑馬線 他是可以提醒 但是口氣好一點 他不要按喇叭 因為這也是行人過馬路的權利 有點危險 但是他也不應該被罵 當然那個是不得已的情況下 就是他可能真的沒有聽到 可能會搖下車窗 跟他講一下說有車子要過 實際來到直播的路口 行人通過的時間大約有50多秒 當天氣兒妹 先站在路旁等著燈號改變 接著通過 花20秒的時間走完斑馬線 過程中至少有兩台車等的氣兒妹 通過之後才轉彎 走斑馬線進行直播 貨車右轉駕駛大喊快點過 網友當時說駕駛很兇 也知一大小聲什麼 有人認為行人過馬路 就該專心拿手機會有危險 氣兒妹徒步由台灣 已經走了接近1000多公里 高雄屏東雨是不斷 讓行程有些延誤 邊走邊直播是最大的特色 但是過斑馬線卻被吼走快點 也讓台灣行人地獄的議題 再度被討論 三零新聞薛仁宏 朱俊傑 朱俊榮